十五 聯合報 第一本華語 俗語飲食書十五品種十二食法書中互見老海族 2015年7月26日《桃源新聞》B兩章雅庭伯德報道現任桃源伯德區 啓東消防分隊長的老海族人與天傑 為重拾老海族的傳統文化精神及飲食文化 花了三年時間 與俗人合力完成國內第一本以華語 《老海族語》 相與介紹的老海族傳統飲食糊頭編書籍 成為族人寶貴文化資產 增受截八十八風災導致千川的屏東園 舞台鄉街舞村老海族人 現在居住在距離園居住 第22公里園的長寺香永久屋 原本住冠山林的老海族人移居平地已近六年 他們過去以糊頭與小米作為主食 到了平地 積片環境不同 仍繼續栽種 因此創造出十五種糊頭品種與十二種吃法 其中名為Coreal Ray的糊頭是最常栽種的品種 與天傑離鄉背井多年 擔憂老海族傳統文化與飲食因千川族漸流失 花了兩年時間 與族人收集資料 還根據其老一起紀錄糊頭種植方式 並以一年時間撰寫 紀錄傳統飲食文化 合力完成國內首本 老海族傳統飲食糊頭編書籍 更值此保留俗語文字 首創第一本以華語 老海族與相語介紹的書籍 糊頭對老海族人的意義不僅是煮食 與天傑說 再興弟姊妹嫁取時 想興要幫帝妹準備廚具 務農工具及小米和糊頭種子 讓帝妹帶到新居 具有生生不適與傳承的文化涵意 族人甚至還研發出糊粉香腸 讓糊頭不僅成為生活糧食 也能走出專屬老海族人的特色料理 再多聞一遍 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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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